所以孫力仁的部隊 一部分撤到台灣精銳部隊 可是他的部下李明 就往這邊走了 是 你說 剛剛您說 他占領的土地是 三倍的台灣大 占了一個三倍的台灣大 9萬多平方公里 台灣3萬多 他占了9萬多平方公里 好大的一片地 緬甸完全打不過他 所以他控制 而且剛好是在中緬的邊界 那個地方本來 就是一個三不管地帶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建立了 很龐大的一股力量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準備要反攻的 他隨時準備反攻 後來就是因為韓戰爆發 接到蔣介石的命令 然後說要他反攻 要他反攻 那時候透過泰國 因為泰國那個時候是保持中立 但是跟我們台灣 跟美國的關係很好 那因此都是透過泰國 把軍事的物資 跟他的需求彈藥 是從泰國那邊運過去的 運過去以後 那麼蔣介石要他衝回這個塵衝 他就衝回塵衝 本來要打昆明 要打昆明 那麼三次的越過去 然後再打 打了以後占領過 解放軍又反撲 又被擊退 然後又再度地衝過去 然後又被占領 然後又被擊退 這樣子的經過幾次折衝以後 那麼後來韓戰結束了 美國對台灣的利用價值結束了 不准你再動手了 也不准這個反共救國軍 越過邊界進入中國大陸 好 這個時候這支軍隊怎麼辦 要回台灣 美國不幫你那個 因為緬甸很快的就到聯合國去控告 後來這支軍隊就轉移到泰國 在泰國在泰國 他為什麼後來影響這麼大 是因為他那個時候泰國的北部 共產黨在擴大 泰國的軍隊打不過泰北的太共 這支軍隊幫他打 打了以後被泰皇 有一次是這樣子 泰皇去北部軍醫院 去探望湯德山兵 然後去探望湯德山兵以後 他就跟他講話 結果他不會回答 他就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會回答 才發現他是 中國人 對 中國人 他不是泰國人 他根本是中國人 這個時候他整個心就軟了 他說怎麼會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後來就給他們永久的拘留 對 永久拘留 還沒有泰國籍 但是從蔣介石 蔣經國 一直到國民黨籍的馬英九 當總統的時候 都不讓他們回到台灣 這個我認為是不可原諒的 所以他們打共產黨 國民黨也不收留他們 怎麼會無情無義至此 那回到韓國 韓戰之後你看一直到2009年 北韓軍方發表聲明 宣布北韓退出朝鮮停戰協定 然後2018年9月1日 南韓總統文在寅跟北韓勞動黨的委員長 金正恩簽訂平壤共同宣言 一個國家開場破度 到今天還是沒有辦法統一 但是已經往統一之路前進 韓戰之後另外一個戰爭是越戰 講到越戰 你在美國人面前講到越戰 那個是就是在接他的創發 整個越戰發現美國人用化學武器 越戰發現美國人沒有辦法打叢林戰爭 越戰發現美國人背棄盟邦 打越戰從1955年到1975年前前後後20年 好 這個越戰當然有很多很多的階段 先講越南 越南在1885年之前 它是什麼 它是我們中國的反屬國 多少年了 相安無事 因為中國 我們中國人對領土沒有什麼興趣 我們夠大了 那只是你來朝貢我 那我就頒贈你 我就給你好處 可能我收你的禮是一百兩 皇帝是很慷慨 我可能給你兩千兩 中國人是這樣子的 好 都相安無事 1885年到二戰前突然變成法國殖民地 為什麼 有一個叫做中法戰爭 台灣人當時也打了中法戰爭 中法戰爭 中國人唯一的勝利 是在台灣發生的 是我們台灣的物封鄰家參與的中法戰爭 清朝全部一敗塗地 所以越南就被法國奪走了 然後二次世界大戰 法國本身在歐洲戰場失敗 被德國佔領 然後呢 在亞洲呢 它的越南被日本佔領 所以法國這二次世界大戰根本一敗塗地 拜託 然後1945年8月18日 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跟英國軍隊 以北緯17度縣為界 分別接管了越南的北部跟南部 你有沒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韓國跟越南 韓國是北緯38度 越南叫做北緯17度 就是這樣子地球一拿出來啪 你的國家就分北越南越了 好1945年這是8月18日 1945年9月2日 8月18日什麼意思 8月15日 日本天皇才用廣播 說我無條件投降 18日馬上北越就被開場破度 你覺得當弱國的國民是多麼 何等可憐的事情 9月2日 宣布越南從日本手中獨立 廢除君主制 跟法國脫離關係 建立獨立的一個越南民主共和國 應該很高興了吧 錯 1945年9月 這是9月2日 9月到1954年的7月 又突然間跑來一個法越戰爭 獨立 你才獨立兩個月 殖民母國法國再次侵入越南 最終越盟戰勝法國 法國撤出越南 這怎麼一回事 法國怎麼會這麼不要臉 不是二戰打完了 不是人民要站起來了嗎 又是親人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裡面我們就有一件事情忘記了 其實越南是屬於中國戰區 是東南亞國家裡面唯一屬於中國戰區 中國戰區按照盟軍的規定的話 應該是由我們接收 就由中國接收 是啊 但是英國那個時候 英國軍隊幹嘛 但是英國那個時候為了蔣介石支持印度獨立 也希望緬甸獨立 等這些事情他跟中國鬧得不可開交 所以他就找美國直接協商 17度半由你們雲南的盧漢過來接收 那17度以下是由我英國接收 怎麼可以這樣 不是說好了中國戰區 那就是我中國軍隊佔領 你怎麼英國跑去跟美國背後講一講 我中國權力又沒有 受降應該是以中國官員為主 但是美國那個時候 又背叛中國了 他又背叛中國 他到處背叛中國 事實上越南跟韓國命運的悲慘 是由美國一手促成的 各位大概忽略了 艾徐信擔任國務卿的 第一句話 他就講了一句 他說韓國跟台灣不在我防衛權範圍內 所以他促成了韓戰 他說越南的話 也不是屬於我美國的事情 所以你們自己處理 好 好 到了最後他又自己介入 那個是另外一段 但是我們必須講到越南的時候 各位要知道 越南的獨立英雄名字叫做胡志明 因為胡志明 所以越南到了最後他法國也好 荷蘭最後也回到了印尼 英國又回到了緬甸 這個就促成了東南亞的所謂的獨立戰爭 只有印度跟巴基斯坦是平和的和平轉移 但是其他幾個國家都是內戰連連 巴基斯坦跟印度不是被英國一刀切的嗎 就是說他比較和平的 不用武力的 對 不用武力 不像東南亞除了泰國以外 其他都是內戰連連 包含馬來西亞泰國 泰國南部有泰共 馬來西亞也有馬共等這一些 都是內戰連連 所以我們今天講 越南的命運還有一個日內瓦協定 那日內瓦協定 杜勒斯不願意跟周恩來握手 也決定了越南的命運 好 那我現在回過頭來講 我們對於韓國 我們對於韓國 我們敵敵去去是派了很多諜報人員 跟李傑明他們合作進入東北 我們跟越南率將軍應該知道 我們派了多少特戰部隊 接受CIA的指示 包含華航 那也是因為CIA的支持才有華航嘛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再來講那個西南 西南地區就叫武漢計劃 這個武漢計劃裡面 其實孤軍非常慘 從緬甸到泰國 泰國到遼國 遼國再回到太北去打泰國 所以這一段歷史 跟中國的血淚史都息息相關 那我講完了這一段 再回過頭去講 各位大概忽略了 美國為什麼會坐下來 跟中國大陸好好談 不要忽略了 長津湖戰役 是列為美國陸戰隊的戰士 是第一次戰敗 長津湖戰役 中國大陸把美軍的陸戰隊 你趕出了長津湖 還有上甘領戰役 也把美軍擊退 這也就是促成了美中 為什麼到了甘乃迪時代 為什麼他要說 我們要不要去跟中國接觸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整段歷史 現在紛擾的中心 都是因為中國的問題所引起的 所謂因為中國的問題就是 美國一下子要利用中國 一下子又要分裂中國 一下子又要踩死中國 一下子又要防堵中國 你到底是想幹嘛呢 你拉東打西打 拉西打東 一直都是這樣子 天生的棋子 教授 就看越南本來是中國的凡屬國 大家都很快樂 越南也快樂 中國也快樂 然後法國要來搶越南 打了一仗 清朝敗了 越南變成法國的 然後後來二次大戰的時候 越南又被日本佔領 然後二次大戰結束 本來照理講 這個是屬於中國戰區 應該是中國軍來保護的 然後蔣介石的態度是 我要扶持你越南人獨立 我沒有要佔你的領土 可是英國人又跑過來了 他來北緯17路線 立刻就化解 就分了 然後後來法國被德國納粹 打得那麼慘 我們看所有的好萊塢電影 都是在講法國是正義的 什麼叫正義 不要臉的東西 你又滾回來了 馬上又來打越南人 又打法越戰爭 又要來搶越南 光講到這裡 我就已經讀不下去這件事情 之前心情更平和一點 這就是國際關係嘛 國際關係就是肉弱強食 回到我剛剛講的 強權為了國家的利益 去掠奪落國 利用落國 蠶食落國 這個也是一樣 他當需要那時候的中華民國 一起打這個戰爭的時候 可以跟你講很多條件 對不對 只要你一起來打 我們將來會分很多東西 等到打完了以後 他還是比你強 還是比你強的時候 反而應該講好的東西 包括說剛剛王鴻雄講的 要打那個破產宣言 我們應該中華民國 應該有日本的四分之一 土地我們要去接管了對不對 對 如果大家說真的是照這樣講的話 琉球啊 釣魚台 怎麼可能在美國手上 要送給日本 琉球給日本 然後釣魚台的行政管理權給日本 對 美國完全還是一樣 他打贏了以後 毀約背信 他也是一樣 為他國家的利益 我能夠毀約背信越多 我國家的利益拿到就越多 一樣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讓那時候中華民國 能夠直接去佔領之後 然後將來越南的關係 一定跟中華民國更好 那美國看的是 我在全球的國際關係的利益 我能夠直接佔領 不來的話 我的代理人也應該是我的人 那既然代理人可能變成 你中華民國人的人的時候 那我英國就讓他進來了 情況一直是這樣子 好 然後到這裡為止 1954年7月21日 九個國家 美國 蘇聯 法國 英國 中國 北越 南越 柬埔寨跟遼國 把南北越以北緯實際路線就分制了 就定下來了 越南北部由胡志明統治 南部由寶大皇帝控制 南越 皇帝出現了 沒有 因為越南是帝制 到了最後是吳廷燕把寶大給推翻 對 寶大皇帝控制 1954年的7月21日 按照日內瓦會議的規定 應該要舉行統一國家的選舉 但這場選舉從頭到尾沒有發生過 然後美國介入 是從艾森豪開始派軍事顧問 協助南越打內戰 對南越提供經濟援助 甘乃迪開始支持作戰 1961年5月 為了進一步幫助吳廷燕的政府 派了特種部隊進駐南越 開啟了美軍的戰鬥部隊 進入越南的 等到戰事擴大是詹森 1963年他說 美國對越南的政策 進入全面戰爭的一個新的階段 等到1964年的東京灣事件以後 開始進行 然後就打打打打打 打到尼克森的時候 開始把軍隊逐步的撤出 他撤出以後 南越當然就抵不過 所以1976年7月2日 越南統一 越南統一是北越 佔領南越 整個國家變成社會主義國家 後來越南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亞洲經濟 很快速增長的地方 因為它走的是大陸 經濟改革開放的一個路線 我再補充一下 美國在整個二世紀戰爭之後 中華民國已經變成強國了 如果依照那時候的所有的合約 是不是應該要照合約走 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個方式說 你要變強起來 我就讓你內戰 內戰的話他支持蔣介石比較好 還是支持毛澤東比較好 他是支持毛澤東的話 原來蔣介石的勢力退出去的時候 原來很多約定就不見了 那毛澤東為了要得到美國的支持 他要不要跟美國 答應美國說 如果說我將來是我長了權了以後 很多以前答應的事情可以再談 這就類似的情況 可是後來美國發現說 毛澤東真的掌權以後進入越南 又變成一個民主制度跟共產制度 他又覺得說這樣整個共產主義 跟蘇聯又要結合起來對抗他了 所以他又要打越戰了 所以永遠美國就是 我認為他有長期的觀念 他是短期的政客 為了自己的利益做了決定 結果犧牲的都是弱國嘛 所以我們當要跟這個大國在周旋 絕對不能夠選邊站 選邊站就是被他利用死 剝奪死 傷害死 我告訴你 所以最近買這些設備 很多人還說買設備不錯 我說真的要到本土作戰 要用到戰車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腥風血雨了 光是戰車要花600多億 再加其他的合起來是800多億 然後飛機又是3000億 所以弄一弄 隨便搞一搞就是4000億 韓國跟越南就是我們前車之間 中南半島就陷入一個權力偵空 他們擔心中國大陸進入越南 進入中南半島 所以法國敦促美國介入越戰 豐哥 越南又是另外一個前車之間 其實我們到這個年紀60歲以上看問題 就是用一種哲學的思維 我今天早上在刮鬍子 刮鬍子我一看菲利普的荷蘭做的 我就想起17世紀 台灣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 那我這個馬克思全集我沒有讀完 但是我認為我掌握了部分的 馬克思的一些精華 馬克思講最重要的核心意涵 就是生產工具跟生產方式 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核心 那我們把地球一個球 我們把它潑成4個 南半球 北半球 西半球 東半球 可以告訴各位 西半球的北半部 基本上是西方人的勢力範圍 西半球的南半部 基本上也是西方人的勢力範圍 東半球的北半部 包括剛剛講的朝鮮戰爭跟越戰 這個是東西勢力爭奪的範圍 那南半就是東半球的南半部 基本上也是西方勢力的範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非常簡單 就是我剛剛說的 馬克思說誰掌握了生產工具 誰掌握了生產方式 你就掌握了全世界 那四次世界上有四次產業革命 第一次是英國人發動 就是機械化生產 還有水力發電 蒸氣動力 基本上是英國人 還有歐洲的法國 德國這些國家所發動的 第一次產業革命 第二次產業革命 比如說泰勒他說 這個生產的自動化 還有生產線 電力的大量的使用 這個是美國人發動的 第三次的產業革命是什麼 電腦還有自動化生產 是1980年代 是美國人發動的 第四次的產業革命 機械人 這個也是以美國 還有德國為主的 西方國家發動的 那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說 什麼戰爭什麼戰爭 為什麼西方的勢力 老是不放手 就是因為馬克思說的 西方他掌握了 世界主要的生產工具 跟生產的方式 那換句話說 華為就非常重要 華為跟中國的5G 如果能夠搶過來 把西方的生產工具 跟生產方式的寡戰 跟這個獨戰 能夠把它搶過來 甚至於分大部分的 一杯羹的話 那中國就可以出頭天了 那換言之 我們現在講所有的事情 我認為核心就是 我們中國人要取得 世界主要的生產工具 跟生產方式 我們中國人才有真正 走上民族復興之路 對 豐哥講的就是 為什麼美國要打華為 因為這是一個攤頭寶 華為就證明了在5G上面 中國的技術能力 超前美國 這個一超前是 整個從點到線到面 如果在5G美國輸了 我就不能夠載至 整個科技業的發展 就變成中國載至 那我非把你打掉不可 那美國陷阱那本書 也就證明了 美國過去對歐洲國家 對日本也都是用這種做法 我們回過頭來看 韓國跟越南 整個國家的悲劇 然後戰爭的發生 也影響了兩岸 到今天的狀況 對 確實 就是如果從韓戰越戰來看 美國幾乎都是 完全的優勢 在武器上 到底是一個戰爭的輸贏 那為什麼越南戰爭 對 一個輸贏 除了武器以外 意志力 還有你的思想很重要 在越戰之後的十年 那個時代週刊 曾經報導一則故事 它從很多層面 就美國擁有像這個 城計 落葉計 燃燒彈 各式各樣B52 轟炸機 全部都出動 為什麼最後還輸 當然是意志力 它裡面提到的故事說 像越南傳統的戰爭 像北越 他們從那個山區 抓那個像大老鼠一樣 叫Big Red 去訓練它 用那個制約理論 去模擬 他們先模擬那個 那個美國的軍事基地 在越南佈置的 情景佈置也是模擬的 然後把山老鼠抓來訓練 山老鼠上面擺了 綁上了炸彈 然後在那個假的飛翔上面 放了許多的食物 那山老鼠每次 幾次這樣跑來跑去 他看到那個東西 然後就衝過去 被制衛反應了 被制衛反應了 所以美軍有一度 他很多軍事設施 不斷地被破壞 找不出雷達也找不到人 因為都是山老鼠衝過去 就爆炸了 在這個時代週刊登出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震撼的 就是在一個武器懸殊的情況之下 弱勢的這一方 他用心 用意志力 用他們所能夠用的所有的東西 去發揮到離你盡致 打這一場完全懸殊的武器 他們意志力還是勝過這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政客跟人民基本上還是落差的 你看 七五年代 這個美國在打越戰的時候 當時很多歌曲大家應該耳熟能詳 Green Green Race of Home 綠巢如雲的家園 這寫的是反戰的歌曲 他描寫是一個樂戰的靈魂 回到他的家鄉 去套完他的金髮的妻子 靠他美女的家園等等 這歌現在在流唱 那花非何處 這些都是表示當時美國人民 是不贊成這場戰爭的 可是政客呢 他的想法跟美國人民不一樣 這跟今天的特朗普是一樣 川普是一樣的 他因為個人想要繼續連任 把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 不是指他而已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我在基本上 我很強烈的合理的懷疑 川普是整個空軍總司令 做空投 他每次都一發文 全世界股市都大震盪 但奇怪 這兩天美國股市反彈1000點 我認為只要美國股市反彈1000點 他不會放手 他會繼續幹這個事 所以全世界金融恐怕小心了 但是意志力很重要 就算你擁有最先進的武器 只要你意志力夠強 主意夠強 團結一致 其實美國的武器還是不足為的 談到樂戰跟韓戰 都有兩個名言 韓戰是在錯誤的時間 錯誤的地點打了一場 錯誤的戰爭 這個是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主席講的 在樂戰 我贏得每一場戰役 卻輸掉了戰爭 卻輸掉戰爭 樂戰對美國來講 讓他國力倒退20年 這個是美國應該要那個記住的 因為他把越南打成了石器時代以後 但是越南給他的就是反戰 吸毒 還有其他的搖滾樂等等那一些 我們可以從文化的角度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說美國處處干預 到頭來他害的還是自己 我研究一輩子軍事了 我就覺得很有意思了 現在的戰爭好像春秋跟戰國的劃分 春秋還講求條約 講求禮儀 戰國是什麼手段都用 就像你韓戰越戰 什麼化學武器毒藥什麼都用 現在的戰爭又變了 傳統的戰爭是輔助手段 打代理戰爭 小國衝突 現在是打高歌劇的經濟作戰 我想今天在座的年齡 大家都記得 我們以前用Casset 用錄音帶 用寬屏 用黑膠唱盤 現在在我們眼前就一個一個消失了 光碟也沒有用 現在有誰在聽 那用CD唱片 所以我上次講 磁浮列車帶來了多大的衝擊 你知道嗎 對 它頂多五年問世了 大陸在長沙做 它已經快要商業化 快要下線了 台灣那麼慢的一個高鐵 就把台灣名華航跟長榮的 島內航線沒有了 國內航線沒有了 我請問 歐洲這些小國家 穿越一個國家不過幾百公里 依附磁浮列車 一天你可以把整個歐洲 全部串起來了 你上個廁所就過了另外一個 所以歐洲是不可以大市場 是 印度有十億人口 它有資格可以買磁浮 是 美國只有四億它買不起 它買不起 因為要虧錢 所以你看很快不到五年到十年 波音公司我看就差不多了 因為你安全檢查那麼嚴格 飛行速度那麼慢 下來又要再轉換郊外的機場 他絕對打不過磁浮 所以講我講未來的戰爭 為什麼川普現在跟神經病一樣 一天到晚在防毒 因為這個科技的變化 把市場的變化跟獨佔的變化 比原子彈還好 因為這些大家都有原子彈 沒人願意打 連個金小胖有那麼個兩三顆 美國都擠得要死 現在伊朗也在拼命在搞 所以傳統戰爭 我覺得慢慢慢慢會淡出 慢慢會淡出 我們也不要去迷信 什麼跟老共和平談判 跟美國FTA跟什麼 我跟你講條約 我看在歷史上 昨天簽帖 簽條約 明天就開帳 德蘇戰爭不是這樣嗎 可是我們 我們跟大陸同文同種 我們跟中國人 我們幹嘛要搞成這樣呢 有利益衝突的條約 是不當一回事 不是 我們跟大陸 我們就在一起就好了 我在講中國人有一個毛病 沒有帝國主義 當初李密部隊為什麼到緬甸 因為孫力人部隊 在緬甸打過很多仗嘛 熟悉嘛 如果說李密把緬甸站下來 也不為過嘛 我到越南去看 越南的中國化 根深蒂固啊 孔子廟 孫子廟 他們的科技制度都在 越南人過春節跟我們一樣 越南過端午節跟我們一樣 你那個時候如果有 我們像西方國家 很多越南人他的血統 其實是中國人啊 我們如果跟帝國主義 有親約性的話 緬甸 越南通通可以拿回來 中國人跟西方人 就是這個不一樣 教授 剛剛提到這個持福利 我們簡單的講一下 美國沒辦法發展 因為土地太大人口太少 他連高鐵都沒有辦法發展 他也不應該發展 是因為他的國土太大人口少 然後他的 對 他的那個人口 因為他們不是往上走 他們是往大面積走 他撐不起高鐵 撐不起高鐵 也更撐不起磁湖 是的 因為磁湖是沉寂列車 是集中的大城市 或是中型城市之間的串聯 所以很適合在中國大陸 很適合在歐洲 也很適合在這個中南半島 這些人口密度高的 城市跟城市之間 來做串聯 這題外話 那我們回到這個越戰 越戰其實這個跟殖民主義有關 因為法國當時在殖民 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在經營這個中南半島 這個地區的時候 他的勢力範圍是越緬寮 越南緬甸跟寮國 他侵蝕了當時清朝的 也就是越南柬埔塞跟寮國 這是法國的勢力範圍 然後往北走 就是進入廣西跟雲南 這是法國的勢力範圍 英國的勢力範圍是印度 然後到緬甸 然後進入中國大陸的西藏 這塊地方 好 那二次大戰以後 英國人很清楚知道 他的國勢已經衰了 所以他建立大英國寫的方法 來維持他跟他的舊殖民地 之間的關係 但是他採用另外一個方法 是把他的舊殖民地把它裂解 所以他把印度裂解成為 印度跟巴基斯坦 他把伊拉克裂解成為 伊拉克跟科威特 然後他把他的所有的 傳統的勢力範圍 例如說西藏的問題 他就要調動 他西藏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西藏獨立 是的 這是英國的方法 都用裂解 所以造成今天的國際的糾紛 都是跟英國有關 法國不是 法國人是有拉丁人的這種浪漫 所以他還幻想著他過去的偉大的法國 所以他回去打越南 你講對了 馬上就回去打 是的 他不但打越南 他還打這個阿爾及利亞 那阿爾及利亞也打敗了 也被打敗 因為他沒有估計說他自己已經不行了 他根本沒有這個能力了 所以他冰出非洲的時候被打敗了 冰出中南半島的時候被打敗了 被打敗以後怎麼辦呢 怎麼辦 被打敗以後他擔心的 其實中南半島就陷入一個權力真空 他們擔心中國大陸進入越南 進入中南半島 所以法國敦促美國介入越戰 天啊 是這樣來的 所以美國介入越戰 事實上是因為他發現這個權力真空 已經出現了 那如果被中國大陸填補的話 填補的話 就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 又退往前 對 就連線到越南 柬埔塞跟遼國 那我資本主義國家又往後退了 對 然後還有可能再往旁邊 到泰國 到緬甸 這樣的一塊區域 好 所以美國 美國介入越戰的時候 就是美國人 他記取當時韓戰的教訓 所以他要以17度線為界了 懂了吧 若國你就等著被切 切來切去 然後今天為了A理由切你 明天覺得A理由不重要 用B的理由又來切你了 然後他切不動我就找了他 大家聯合來切 所以鳳哥 中國人怎麼辦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這個戰爭 那我一直認為 因為我剛剛講這個產業革命 我認為科技跟這個戰爭 是互為因果 互相有一種關係的 那比如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 汽車已經大量生產 那所以有坦克車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生化武器 那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飛機大量生產 所以飛機變成殺人武器 到了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時候 就是1980年代 大概10年 大家注意喔 產業革命之後 任何一次的 一波的產業革命的10年之後 一定有大規模的戰爭 第三次產業革命就是電腦 電腦科技發展之後10年 波安戰爭 美國就把中東作為 這一個電腦第三次產業革命的 一個實驗場 就是我來運用 我來試驗看看我的武器 好不好用 那波安戰爭 還有甚至於1996年的 這個台海危機 第四次的產業革命 大家注意了 機械人不到10年 我認為戰爭很可能會繼續發生 就是說戰爭是科技發展的一個動力 可是科技發展相對來說 也是戰爭的另外的一個誘因 那所以我們要非常注意 包括我們用的電腦 包括我們用的冷氣 其實都是軍事用途的 本來所有的東西 我們看得到的電腦 所有看的機器設備 現代化的設備 其實原來都是軍事用途 後來轉為民用 可是民用的東西 後來如果再進一步發展 它是一個殺人武器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 要注意你手上是Apple 還是你手上是Google的手機 其實控制權都在美國人手裡 為政治服務的案子 總之真是聯名帶信 幫你一直曝光 因為我過去都認為說 我們的媒體 都跟司法勾結你知道嗎 媒體有時候會拜託 報老闆或報這個長官 就會拜託 我這個被告了 那你跟法官講一下 就怎麼樣怎麼樣 就會這樣 那記者自己本身 也有一些親戚朋友 人家拜託就會變這樣 就寫案子 寫到這樣讓人 讓人憤怒的案子 可是法官檢察官的名字 通通不寫 都寫高雁判決 地檢署表示 高雁怎麼判決怎麼表示 是哪一個法官的判決最重要嗎 哪一個檢察官 做了這樣的不起訴處分 那這些東西 你要把它名字都寫出來 其實我跟董哥認識很久了 今天不是專訪 就是我們聊 因為我怎麼專訪你呢 太好笑了 就是我們聊 董哥從以前到現在十幾年來 然後在台灣的政治 台灣的媒體圈 其實董 董珍董哥他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存在 為什麼呢 因為他 你出來當記者是什麼時候 當記者三十多年了 三十幾年了 對 所以歷任台北市長 他都專訪 他都貼身採訪過 每天真的 從許水德 從許水德 是 多少任台北市長 你都貼身採訪過 到陳水扁 對 到馬英九 馬英九 然後 比他 年紀小的 比他晚出道的很多人 其實都已經從政了 董哥的從政的條件也很好 可是媒體圈有兩個人 一個是你 一個是我 我們兩個都不從政 你為什麼不從政 不是 第一個 其實我看到政客的有一些稀微 我們有些在螢幕上很尊敬的 其實他平常還是要做一些稀微的 那他們有時候都會欠我從政 你加入我們政黨來怎麼樣 榮華富貴啊 有權有勢 我說我不要啊 我說其實你們背後在做什麼 你們也知道我很清楚啦 那我不要做這樣兩面的 我做一個記者 或者一個新聞評論 我比較自在 比較自在嘛 不太需要 那他們也都可以理解 那其實 我們 我對政治人物沒有說 要求到你品格好到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我知道在台灣這種環境 有時候你必須跟你的賢民西一尾夷 那你有一些灰色其實我們都是接受的 但是你不要變成黑色 對大的原則嘛 大的原則你不要太離譜 那我覺得可以 但是你要叫我去做那個我不要 我很多賢民 因為我們自己平常也接到一些民眾陳情 或者在採訪一些民意代表啦 或者政治人物接受民眾陳情 賢民最喜歡講 我投你一票你應該幫我 我想說你投一票那麼重要嗎 你投一票我要替你做牛做馬嗎 所以我就很季節 對這個很白忌 好 就從政在台灣一方面很好 這個光鮮亮麗 然後榮華富貴 對不對 有錢有勢 有名有利 很好 我們都知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走這條政治路 你要選票 你要錢 選票就是人家投你票 然後選民就來了 半夜兒子酒駕 一通電話 你趕快來趕快給我服務我的兒子酒駕 被警察抓到派出所了 然後怎麼辦 你如果是民意代表你都要去啊 半夜就要趕快去了 就要趕快去了 或者叫助理就要去了 對然後要跟警察施壓 或者有時候拜託給我個面子 當作沒看到啊 就是事情就算了 就這樣 那越當越沒有人格 越當越沒有人格 越當越沒有人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民意代表 或者我們這些明顯的公職人員 選民會請投你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啊 都是非法 或者違規 或者違章 那很多都是非法 如果不是非法 他就到窗口去辦就好 他不用找你 是不是 這種年代哪一個官員敢去刁籃老百姓 你一刁籃 我現場跟你錄影錄音 你刁籃嘛 我就馬上把你PO上網 你看他刁籃我 暗示我要給紅包嗎 對不對 那你馬上就被 你馬上就被整個人 整個輿論把你打死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沒有那種 關聯我故意來刁籃老百姓 那個時代 那現在老百姓會來找明顯的首長 或者明顯的民意代表 多數都是違法的 都是要你放水 放水 然後還有一種是喬病床 對 就是說 你在講紅職庸嗎 很多 明代都在喬病床 然後因為病床數永遠不夠 所以誰 能夠趕快從急診室 弄到有病房 那都是民意代表 你如果沒有找民意代表 就幾乎等不到病床 可是董哥真的 從政的好處也很多 從政你不管走到哪裡去 甚至跑紅白鐵 都是上位都是好 然後有尊榮 然後你在做選民服務 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很多錢也會進口袋 我們看到很多人 他當民選的官員 或者是當民意代表 當了即任以後 就發啦 我看太多了 我跟你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民進黨的議員 他以前是在開計程車的 那他去幫人家選舉 計程車 為什麼 因為他 他開始很有心情 一聽一聽 哇 他也很會講 後來人家就請他說 你計程車最代表素名 你來幫我拿個站台 他一講 哇 也是很瘋迷 他就自己下去選 他選了 當第一任四聯 議員 台北市議員 然後還沒有當完 有人幫他開病室車 這是我在跑新聞親自看到 然後第二個 也是一個民進黨議員 他從四聯北投 里長出身了 你知道以前的台北市議會 在火車站這裡 那 以現在你做檢驗 當然不算 不算久了 大概二十幾分鐘就到了 對 他那時候當里長 那時候還想說 當里長也不錯 可是以前里長 地位沒那麼高 他就騎腳踏車到處服務 他當議員的時候 來喔 是騎腳踏車 你知道從北投 然後到市議會 很遠啊 我看他滿頭攤 我說你怎麼這樣 他說哇 沒想到這麼遠 他說我以前都在北投這邊服務 很勤快 一年還沒有當完 一年喔 不是一屆喔 一屆四年 他是一年 12個月還沒當完 有人幫他開病室車 這兩個開病室車 民進黨議員 我印象都非常深刻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連那個時代的黨外 那時候的黨外 對 連那個時代的黨外議員 風評這麼好 敢跟政府官員抗爭 而且還是那個黨外 還沒有民進黨成立 還是戒嚴時候 對 後來他們當然 也都進入了民進黨 那這些人其實也跟我是很好 很好啦 可是我都親眼看到這樣 那你就知道 其他的看不到了 那不得了 那是民國七十幾人 你知道七十幾人開病室 不得了 三十年前 而且他都有一個 當了一年不到 一個當了一屆不到 是 我當然 我們都很知道說 當政客要賺錢多麼容易 對 那董哥 他是台灣媒體界的奇葩 因為他很受人尊敬 然後他是我少數 在台灣正媒圈子裡面 我很尊敬 而且很信任的人 結果我知道 他到今天為止 他騎個摩托車到處跑 有一次我們好像要一起去 去辦一個什麼事情 我還拜 董哥還在 讓我坐他後奏 我們還在這樣到處跑 因為不會 要趕時間 對 不會堵車嘛 那他堅持 不該拿的就不拿 不要屈從的就不屈從 所以他也放棄了很多很多 本來可以得到更多的名跟理 那這種放棄其實是 其實是很辛苦 你要忍得住寂寞 然後該罵的人呢 他是兩萬倍的聲音來罵 在台灣的法官跟檢察官 都很怕董智森這三個字 因為董智森是你判的案子 你刻意貪賬枉法 你為政治服務的案子 董智森是聯名待信 幫你一直曝光的 因為我過去都認為說 我們的媒體都跟司法勾結 你知道嗎 媒體有時候會拜託 報老闆 或報社長官就會拜託 我這個被告了 那你跟法官講一下 就怎麼樣怎麼樣 就會這樣 那記者自己本身 也有一些親戚朋友 人家拜託就會變這樣 就寫案子 寫到這麼 這樣讓人 讓人 憤怒的案子 可是 法官檢察官的名字 通通不寫 都寫高雁判決 地檢署表示 高雁怎麼 怎麼判決怎麼表示 是哪一個法官的判決最重要 哪一個檢察官 做了這樣的不起訴處分 那這些東西 你要把它名字都寫出來 你不是得到憲報 不是 走錯房間 你就是剛好走錯房間 走錯房間 然後我就笑一笑就 跟大家低個頭 然後就再出去 就是你見證了一個 不應該被你看到的 官商勾結的場面 對 一個這樣的場合 謝謝 董哥 你看到這麼多人 樓起樓塌 然後這麼多人 從計程車司機 一系 就今天變成開 冰市車 有人幫他開冰市 有人幫 就表示有司機 然後不但有冰市車 而且還有司機 而且那是三十幾年前 三十幾年前 董哥 你有什麼感慨 我大概二十幾年前 我還有一次經驗 真好笑 那時候我有一個採訪 通知我到福華飯店 那我就騎摩托車趕快去 去福華飯店 結果我走錯房間 你知道嗎 剛好我就門推進去 想哇 一進去發現 哇 幾座 我們國內很有名的 好幾個商人 好幾個立委跟議員 然後在那邊 酒和惹惹在那邊 他們一看到我 每個人就傻了 嚇死了 又認識我 又認識你 然後就每個人傻了 杯子剛好拿起來 撐下酒安了 就停 就停下來 全部停頓 然後我一看 我就一個人看 他們就打招呼也不是 不打招呼也不是 他們嚇壞了 沒想到你怎麼會跑過來 是 然後 你不是得到線報 不是 走錯房間 你就是剛好走錯房間 走錯房間 然後我就笑一下 就跟大家低個頭 然後就再出去 就是你見證了一個 不應該被你看到的 官商勾結的場面 對 一個這樣的場合 那董哥 你敢看 台灣有政治清明的一天嗎 我覺得 以我們這種 這種政治 因為我們政治 都在討好顯民嘛 那他無形中變成民粹 所以變成大家 就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讓政治很清明 其實是很難 我也是覺得很悲觀 對 所以 這也是我不從政的一個很大原因 因為你從政 譬如說最多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到進門選 你選立委選 縣長也可能上 你躺著選都選上 對啊 那我今晚親戚朋友都 人家來拜託你 你怎麼辦 是不是 因為你選上以後就 誒 志森啊 我上次投你一票 對啊 我是你表叔啊 對啊 我是你舅舅的同學啊 對啊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你不給我面子嗎 董志森這個人 以後不要投給他 因為我兒子酒駕 然後我兒子怎麼樣 完全沒有人情義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過去中國的官場 不讓那種官員 在自己出身的地方當官 這是多聰明的啊 對 就是你台灣人到江蘇當官 然後浙江人來台灣當官 對 因為大家都沒有血緣關係 沒有親戚 所以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個是好的方式 所以金門我更不可能去選 那如果讓你不分區呢 你也不願意 我也不要 因為不分區你要聽政黨 我們是每個政黨都罵 國民黨跟我們熟我們也罵 新黨我們也會屌他 我也受不了 到國分區的話完了 你誰都不能罵 對 你就被政黨綁掉了 對 人家這樣 對